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WILL的冰箱放生日出版81G的帽 那今天又來分享這款Transfer Combiner Wars 冰箱和你3C的這款Legion Class的 Chop Shop 台灣這邊是翻譯叫做 我們看一下 這邊 Tofu Decepticon Chop Shop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一個外包裝盒 好,這個玩具的話呢,它是 一個 一個衝突的一個玩具 那 看一下 它是跟這個 這個 之前跟各位分享過的這個 彈片是同模的 OK 那這個彈片是 RID的 就是領袖的挑戰系列 去年新的動畫 2015年新的動畫 那個領袖的挑戰系列以後的 日版的 彈片 那這個彈片的話 在之前應該IDW系列裡頭也有出一個 這樣子的彈片 配色應該其實差不多 因為也是彈片啦 那因為那款玩具我是沒有收 所以我不太清楚 細部的一個圖裝有沒有什麼差異 看似好像差不多吧 那 那 最 差別最大的地方就是這個貼紙 就RID特有的一個 掃描用的一個 遊戲掃描用的一個貼紙 那 之前那個IDW的彈片是沒有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盒子 等一下再來看玩具本體 這邊有寫Combiner Wars 這裡有 這裡有屠夫 他叫屠夫 對,因為屠夫這個角色我不認識了 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那 反正我知道他是一個狂派 狂派 OK 這邊有屠夫還有一個人形 還有一個插圖 然後 那裡面是我附在人物卡的 人物卡的話 人物卡在哪裡啊 人物卡 把人... 他這什麼東西 誒 誒 妖糞 人物卡我們來看一下 誒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我們今天比例池有換 換得很輕 之前那個白飾退休 之前那個白飾 因為放在這邊 放太久 然後也沒有太久了 就放一陣子 然後就是有點脆化 然後東西壯的話 就 有一些金字物就 有些就是突突出來的地方就斷掉了 所以本來當初第一次用擺飾當鼻子的時候說他可能會比我們好一陣子結果 就是這樣就這句話收回吧好 那剛剛是要找龍卡找到上面上面上面 電攝影棚又掉下來了OK 我再固定一下好了感覺有點恐怖 好OK就這樣那 任務卡就長這樣這個插圖是跟釣卡上的插圖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插圖 Deceticon Chop Shop 那後面就是這樣 人物卡都一樣了然後材質基本上應該也沒有變然後 套子我就不拿掉了OK好 那繼續看盒子 裡面有說明書那這邊是有就是告訴你說裡面有附帶人物卡 其實沒有這個標示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人物卡 這邊的話有寫Deceticon Chop Shop 還是18歲以上喜歡來把它玩我覺得這個歲數是定太高了 這是一個傳奇的玩具嗎這邊有Headsport標誌下面就是這樣 這邊另外一面OK好 然後後面寫Deceticon Chop Shop Combiner Wars然後這邊有他英文的一個介紹 那人性跟車型不是車型人性跟蟲型的一個官圖在這邊 10個步驟可以變成完成 這裡有一個警告機出上一個貼紙喔那這邊有寫 呃不是寫這邊有一個Headsport標誌 好這個部分大概就這樣 黑衣戰那個穿衣機的玩具的盒子都一樣 好 就是 配置都一樣啊 好 來看玩具本體喔 那這個玩具的話我們拿出之前分享這個 同模款OK 好那雖然各位可能說 我已經擁有這款 彈片為什麼還要買一個一樣的模具呢對不對 我照這個來講的話我可能 不太會 買同模啦 可是其實黑衣戰也買很多同模了嗎 好啦 那 就是 主要買這支原因其實不是因為我喜歡這個傢伙 因為這個家的話 我就是四個 傳奇機的玩具一起買嘛 1660塊還很運嘛 那 一直除下來是400出頭 還蠻貴的我覺得 以傳奇機來講 當初看到官圖我是不打算買這款 因為我已經 收了這個 彈片了這個 彈片我當中是 280塊錢新來幣吧 入手的 很划算的一個價格我覺得而且 那麼大的一個傳奇機可是 這次這個還比較貴 而且造型上 造型上其實這個頭雕我覺得比這個 彈片好看 可是配色上 真的 依我來講的話我會覺得輸 這個彈片一大截 因為我個人喜歡黑色 跟紫色 OK 紫色其實還好就是比較黑暗的 配色喔 好 那 這次為什麼要買他其實重點是因為我要那個Sharkwave 因為Sharkwave單買在網拍上 很貴 然後 650塊 那在 司機店面也看不到 所以 就 四個一起買比較划算 那所以才買這個家我不然本來是不打算買他的這個 當初是要pass過去的一個玩具喔 結果後來 就還是把它給買下來了吧 好 那今天就來和各位分享這款玩具喔 之前的三個legion class的玩具 分別是 Buzzsaw Sharkwave 跟 Pipez Pipez OK都分享過了喔 那 今天就分享 黑戰爭新的傳奇機的最後一款 OK 目前的話 台灣這邊 台灣這邊應該還沒有人分享吧 就是 YouTube上的中文 中文介紹圈 便宜上中文介紹圈裡面 目前還沒有人分享吧 我是第一個 好啦 那 其實這個玩具也出一陣子了吧 可是就沒有人分享吧 好 那 我們先來 做一個身高 的一個測量好了 好 OK 身高方面的話呢 是 我們算到 算到這邊好了 算到 他的這個 給他算高一點 11.5 公分 對 10.5公分整 OK好 就是 我們給他算高一下 算到這邊 OK 好 我們來看他的頭雕 這個頭雕要講一下 OK 好 頭雕的話呢 這個頭雕我覺得 還蠻帥的 可是 各位可以注意看 這個頭雕跟這個 不管是 吊卡也好 還是人物卡 反正是同一張圖 完全不還原這個 身體都是照著畫的喔 包括你看 這邊這個蟲蟲的腳 他都做出來 這個圖絲照的完全本體就畫的 可是這頭雕不知道為什麼 畫的不太一樣 完全就是 感覺不同人的那種樣子喔 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後面這個官圖 頭雕也是不一樣 這個官圖感覺是底是用這個 彈片的頭 然後外面加裝 他的一些尖刺 的一個 造型 完全不像 看一下 OK 而且這個這個家伙 這邊是咖啡色的 這個是 比較深的紅色 差很多啦 就真的官圖片 好 這官圖是在玩具本體還沒出來之前就有 已經公佈了 所以就是 就是這樣吧 這個不是不是玩具實體去拍的啊 好 那 來看一下 頭的話 剛剛看過了嗎 我覺得還蠻帥的 眼睛紅色塗裝這邊有一個 銀色塗裝 頭的話 應該可以轉到這邊有一個關節 之前這款的話 非常的緊 那這個的話 因為我感覺他已經黏死了 就不太敢轉了 這個不曉得是 這個 這次這個 屠夫 所有的屠夫都黏死了 還是 還是我手上這款 不知道是有黏死還沒黏死吧 因為我不敢去賭 因為400多 如果是這個200多還敢去扭一下 可是400多 扭了可能 會很心疼喔 如果他斷掉的話 感覺會斷掉 所以就不扭了 OK 就頭的話應該是可以轉 可是我就這款的話沒辦法轉動 那 這邊的話可以動 這個是變形所需 我是 你希望他變成這樣也可以啦 可是我是 覺得說 反正他竟然有設計這個關節嘛 就讓他 變成這樣吧 照官方的一個變法 這樣可以 人形跟重型做一個區別吧 那可動方面就不太特別多講了 都一樣 一樣 沒有附帶任何的武器喔 武器的話 你可能要另外去做一個 挑選 你可能要找 找其他角色的武器吧 然後 像是這個 啊 這個黑戰爭的這個 死雲度 對 詐騙 這個 機關槍 給他握其實 還蠻合適的吧 我覺得 可是 就是這邊有點 空了 所以就算了吧 OK 好 好 那 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個 剛才標示 這邊有白色的一個 線條的一個 塗裝 這不是 不是 可把 是塗裝而已 那 OK 這個整個的一個模具身體都一樣 就塗裝不一樣 配色上 我覺得這個 勝出很多 這個黑很漂亮 反光光澤 很美麗 我覺得 那這個的話就還好 好啦 可能是因為我比較不喜歡 橘色跟紅色吧 比較喜歡 黑色 OK好 那 裡面這個橘的話是塗在這個 深紅色這個 部件上 這個橘色塗裝 小心不要 刮刀 怎樣 等一下掉漆就 就不太 不太 不太好看了吧 好 就這樣 手的話 一樣是有動 可以考慮就是 跟這個一樣 基本上 他有的東西 這個圖符都有了 後面這個保持了一樣的缺陷 都是有空洞的 該空洞就空了 這邊就拖四個角 拖四個角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吧 尤其這個空洞 因為這個 拖四個角的話 反正變 一直 敲行蟲 機械敲行蟲 就 拖個蟲腳 其實 我不會覺得特別怪 包括這個手這邊 也都 覺得還好不會很累贅吧 剛開始可能會覺得 這邊拖兩個腳 有點累贅 不能做個折疊 對不對 可是後來看久就是反正就變成一隻蟲嘛 就就就就就給他這樣了吧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那 買這隻的重點就是因為要小鬼 不然就 不太會去購買這款玩具了吧 可是其實我覺得買這款玩具 我覺得他頭雕比這個 雖然說配色上都 遠遠 對我來講都遠遠 屬於這個 彈片 可是頭雕的話這個就真的蠻帥的比起彈片了 你可以說彈片的這個頭實在是不太好看吧 好 那現在就來示範一個變形過程 彈片我們就放旁邊了 好 先把這個腳打平 之前應該是分享這個彈片應該是用 正邊 所以我們這集就用逆邊吧 好 然後再把站兩片這個 腳側邊的 盔甲 翻到這邊 那我這邊很容易掉 所以我在變形的時候都需要這樣推著 就是 有一個 向裡面 向裡面的一個 力量OK這樣子 實力 他比較不會 掉出來 因為這個很鬆 他會容易一推然後就 整個被我扯下來了 好 那這邊兩隻腳的話做一個合併了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他的這個 這個上半身 拉開 這邊的話 他是有斜的一個角度 你就把他推到底就對了 然後這個蟲腳這樣合併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地方 兩次的這個蟲腳整個拉出來 他是有鉚釘固定不用擔心 但你可能掰不要太大了 因為現在這個塑膠沒有說非常堅固啦 這邊容易出現白痕 然後白痕彎就是斷裂了 好這邊的話把這個 這裡拉開 因為我們這邊有個凸卡因 這邊這個洞 現在要 髖關節跟 膝關節 這個 部分呢 把它給整個推上來 兩隻腳做一個密合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的話 有兩個凸 他結合在一起 就 左右腳各一個凸嘛 結合在一起變一個 比較粗的凸 對應這裡面 對這個洞 OK 我們就這樣把它 推上來之後就 凸卡丁凍 這兩個 結合的時候 你可能要把這個腳稍微往內捏 比較容易進去 這樣 OK 好 然後 OK 從小出來了嘛 最後就是那個手 手部分 剪刀先放紅 幹嘛一直拿著呢 對不對 剪刀 我還說嗎 等一下 不是剪刀 手這樣弄進來之後 轉成這樣 頭角面朝下 這裡的話呢 裡面這裡有個凸 手上有個洞 這樣子扣上來 這個要推到底 不然他手會 收到空間會不夠 這樣進來 進來的話 手是成一個 有點彎曲 不到90度的一個 形態 OK 不是整個打拼啦 打拼可能對他來說有點困難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嗎 這個彈片我們就 就就不特別 變形了 因為我電腦沒有說特別好 那就 當然也可能沒有那個時間去做後製吧 雖然你可能現在還這樣 可是我們國外班的寒假是非常辛苦的 好啦 那 就是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量一下升高 之前在分享這個彈片的時候 我應該還沒有買這支 這支 不是不是親子 這這支 不是他 OK 這支持這個50公分的長尺 當初還沒買所以沒有特別做一個量升高的動作吧 應該沒有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測量 反正同模嘛 升高都一樣 OK 13.5公分 剛剛好 OK 就是這樣子的一隻蟲吧 那 配色上的話 兩個都不太接近於 真實生活中的喬型蟲 然後 就是真的機械感很重的一個叫 敲心蟲吧 反正本來就是一隻機械昆蟲了 所以就 就是 就是 用機械昆蟲的角度來看待他吧 不要用實際上生活中的那種 呃 敲心蟲來 做個比對喔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有 這個就像 炮之類的東西 在他這個敲心蟲的夾子上啊 夾子的話 只能往外擴分的往內鎖 這個 之前應該要講過了 好 那 那 這邊有個 標誌喔 那跟這個 傢伙一樣 有同樣的夢 就是這個 標誌呢 在 重生形態就沒辦法變正的 他一定就會反過來 OK 沒辦法 那因為 Deceticon的標誌 他沒辦法做一個旋轉嘛 OK 好 這個洞的話 他沒有附武器啦 跟你 你是可以 自行考慮 做一個 做一個 安放其他角色的武器吧 比如說我們像這個這個RID的這個 破裂的這個武器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哎唷 不行裝了好 那我們拿別的武器 恩 我們再拿這個 死云度的這個 起好了 好吧 不能裝 那他可能要找後面沒有這個凸的那種槍 或者是刀子之類的東西 暗插上去吧 OK 然後呢 對死云度 來做個比照 他比死云度還長喔 這個 其實是因為這個角的關係啦 人家是Legion Class 你該反省啦 體重的話呢 這個會感覺比較重一點點啦 都很輕啦 現在玩具就講究輕量化嘛 對不對 OK你可能跟 一樣是Deluxe 以前的Deluxe 放在一起的話 你蹭 跟這個死云度蹭 可能會覺得 他很輕 超輕 怎麼輕人這樣 可是如果你跟這個傳奇級的這個 玩具比賽的話 就會覺得 他其實還蠻沉的 可是錯覺 不對 這個 人家Legion Class 你怎麼跟他比呢 對不對 就是 這個死云度的錯 不是啦 這個 就是 現在的 豪華組的玩具都這樣 就都是這樣吧 你不應該要灌上豪華 豪華這兩個字吧 好 好啦 那就 第一集可能還比較符合吧 我是說那個第一集 第一集 OK 好啦 不要聽我亂說 好啦 我就是還是習慣 習慣叫他 Deluxe Deluxe 就是 不太習慣會叫 反偶城的一個豪華組的一個命名吧 就是 從小到大都不叫他豪華組 真的不太習慣了 那就是這樣子吧 重型態再給各位做個展示 這個 你的腳上這個 類似像輪胎吧 巨外那個時期的那個 昆蟲金剛好像 腳也是有輪胎吧 我記得 但我是沒有收那個 OK 那底部就這樣 手啦 還有這個腳的部分啦 都在這邊了 好 那 整體來講 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吧 如果你已經收了這個 之前 RID系列的日版的 彈片的話呢 就 非常不推薦各位 再去收一個這個 屠夫喔 但如果你沒有收 之前 這個 彈片的話呢 還是建議你去購買這款吧 彈片 因為彈片現在應該 我是沒有特別去關注啦 不過價位應該還是 沒有 沒有特別的高吧 好 那就是 就是這樣子吧 那主要就是為了 為了正播才買他的 一款玩具喔 那既然已經買了呢 當然就要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啦 好 那今天節目呢 就和各位親愛的結束 按下關上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 拜拜